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柯師傅就要來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剛剛講各式各樣的紅色食材 有些是可以當水果吃 有些是適合鹿菜 師傅今天要分享一個蔓越莓來燒荔枝肉 對 那這個荔枝肉實際上它是一個 就是福州菜的一個老菜 好 我們先看肉 這個肉 我今天選的這個肉 我是用蔓越莓的果漿 新鮮的蔓越莓的果漿去醃製的 然後加一些鹽 胡椒粉 然後拌上地瓜粉 然後去醃製 所以它顏色有點紅 然後這個部位我是用老鼠肉的部位 老鼠肉我們也稱為 有人稱它小里肌 就是原里肌 好 這個是豬的里肌切塊 對 把它切塊 剛剛講你用的蔓越莓漿是哪一種 蔓越莓漿是這一個 就是這一瓶 它是用這個新鮮的蔓越莓 我跟你講新鮮的蔓越莓 新鮮的蔓越莓跟我們常吃到的乾是不一樣 不一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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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是有蜜過的 所以這是甜的 這是很酸 你可以吃吃看 這個很酸 這個蔓越莓是每一年的六七八才有進口 六七八才有進口 台灣沒有 這個跟南美一樣 它是進口的這樣子 對 台灣沒有蔓越莓 每一年的六月 七月 八月 而且是北美 然後加拿大 還有就是中國的北方也有 很酸 很酸 對 很酸 然後這個一般市面上 就是這個六七八這三個月有在賣 其他平常都買不到 然後這個是果薑 它是加了等比例的水以後 去把它打成泥的 然後我這邊還有這個 它生出來的原汁 它不是你們買瓶裝加糖的 這個也是它的原汁都是很酸 我來取代醋 好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肉放進來煎 這個肉因為我怕它沾黏住 我放一點香油在這上面 裡面就是你要醃漬超過六個小時 蔓越莓的汁液才會進去 那個味道才會進去 如果沒有蔓越莓 用番茄醬加一點點醋 一點點糖也可以醃漬 對 然後還有小秘訣 就是它那個荔枝味 要更明顯的話 要加一點蜂蜜 OK 所以這就是廚房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倔竅跟秘訣 然後這邊煎 另外這邊 我準備了一些爆香的蔬菜 就跟我們糖醋一樣 我們準備了一些蔬菜進來 這邊的油稍微放進來 這個稍微讓它就是過一點油 好 我們現在爆香的是洋蔥 洋蔥 然後木耳 木耳 就是都是脆口的蔬菜 然後現在當季的竹筍 好 竹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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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竹筍放進來 然後再把紅蘿蔔也放進來 好 紅蘿蔔 然後小黃瓜等一下再加 因為小黃瓜可以吃生的都可以 這樣稍微給它拌炒一下 讓它這個很多蔬菜都可以入味 然後我雞肉稍微 豬肉稍微煎一下讓它熟 我們這邊我剛把這個蔬菜稍微煎一下 過一點油 我就把這個蔬菜先拿出來 因為我這個紅蘿蔔有燙過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來煮醬汁 那這煮醬汁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就是我們用這個殘餘的油就可以 先把糖放進來 糖要把它炒焦糖色 這個糖才會 就是那個糖的味道跟顏色才會出得來 才會好吃 先把這個糖先把它炒融化 這就是做荔枝肉的一個小小的一個訣竅 我現在其實有聞到那個焦糖焦香 對 就是要那個焦糖香 那個焦糖香進來以後 我們再把這個番茄醬進來 這個番茄醬裡面有加了一點點的蜂蜜 所以這樣的話你這個 就會酸甜 對 酸甜味會更明顯 好 番茄醬 加了一些醬油 醬油 這水分就是醬油加進來 然後這個就是蔓越莓的原汁 好 蔓越莓的原汁 蔓越莓的原汁我們把它加進來 沒有蔓越莓的原汁 我用檸檬汁替代可以嗎 可以 可以 但是檸檬汁起鍋才放 好 然後這邊稍微給它煮一下 然後再把這個蔓越莓的果漿進來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再把 我們準備好的這個 我們再把芡汁讓它 可以掛上待會所有的食材 對 傳統的做法 就讓它煮成濃稠 所以它那個酸甜味會更明顯 那我們今天的話我們的水分比較多 所以我們就是用芡的方式把它芡好 這個芡不用太多 稍微有一點 有一點點這樣勾勾就可以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把這個豬肉 放進來 傳統的豬肉是用炸的嗎 對 都是用炸的 炸的它吸汁會更容易 然後再把蔬菜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豬肉有裹粉 也是很重要 對 沒有錯 一方面肉會比較嫩 另外一方面那個粉漿 待會才會掛上味道 是的 是的 這樣你看這樣它就可以掛上去 然後再把這個蔓越莓的果乾 這個是果乾把它放進來 然後還有小黃瓜 小黃瓜最後簡單的拌炒 這是比較健康版 我們改良版的這個荔枝肉的一個做法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 坦白講這個是我吃過最軟嫩的豬肉 我認為當然它幾個好的做法 就是因為它把它先醃製好幾個鐘頭 那我相信這些水果裡面的一些酵素成分 事實上會軟化這個肉 那也不用用嫩精這些 有的沒有的認為有害的東西 那這樣吃起來 真的從來沒有一個豬肉 我吃過像那麼嫩的 那這個肉因為它有酸酸甜甜的 連小孩子都愛 那尤其你會把蔬果拿來入菜的話 其實這個取代很多可能有害的東西 什麼嫩精那些化學性的東西 那講到這些蔬果入菜的問題 我有一個病人